14世纪时,明朝政府对海事实施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统称,明朝建立一史就制定的遏制国人对外交往的海境政策。 红武三年,明政府霸派仓黄渡市博斯。 红武七年,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博斯,中国对外贸易隧道断绝。 红武14年,严禁沿海居民私往海外贸易,连速来交好的东南亚也不能来华贸易,使长期依靠海外通商的沿海商民受到沉重打击。 早期海禁目的是违防沿海军阀也党于海盗滋扰,主要对象是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 随着倭寇之唐逐渐猖獗,海禁政策愈加严格,大大阻碍了中外交流发展。 沿海人民民不聊生,纷纷冒进出洋,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出现一伤异道的武装商帮。 1574年11月,原活跃乌敏越沿海的海上武装商船对首领林阿凤为躲避明朝军队追缴,率战船62艘,士兵,水手和妇孺五千多人,及古种和生产工具等到旅宋岛北部的邦加斯南邦问栏定居。 1661年,中乌明王朝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回台湾,清朝出乌防汉质疑的政治考虑,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施行闭关锁国政策。 甚至12年6月,清廷下令沿海省份无许遍翻入海,为者立志重点,后来为了断绝台湾正式政权后援,清军强行在江,浙、敏、岳、卢等省沿海滑定滨海范围,设立戒碑或修建戒强防守,强制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内迁,直到康熙20年三番之乱平定。 康熙22年,台湾被清军攻占,海境方开,先后乌23至25年监设利民,岳、江、郑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 康熙年间的开海,是全方位的开海,较致明代龙庆开关和作用都要大,可惜仅仅过30多年,全面开海的政策就开始收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扣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 康熙56年正式实行南洋禁海令,严重打击了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民间对外贸易。 雍正五年,雍正担心敏岳地区因海禁而引发海患,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开放岳、敏、江,这四口通商口岸。 乾隆22年,清廷关闭江海关,这海关、敏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越海关一地通商,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 只能有广州13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 对中国商船出洋贸易禁令多多,这种闭关国策废弃了明末以来形成的传统主动海防观念, 抑制了海洋贸易,抑制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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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